在金马轮这边呢 总共有三个区可以住 第一个是比较低的区叫 三个区就是我们昨天住的 美兰村那边 那其实住在比较适合 因为它在中间嘛 比较适合那边的话 周围有很多酒店 homestay 然后也有很方便的商场 吃饭的地方也非常多 有很多火锅店 那如果住 就会比较靠近 徒步跟靠近茶园 跟靠近各种草莓园 然后这种butterfly farm的地方 所以玩的地方会比较靠近 但是如果有车的话 住哪里就可以了 那我们选择坐key farm那边 是因为它比较高 所以它的view比较好 那坐冰窗这边 它窗户如果你望出去 大部分都是房子嘛 那我们想要有一个 mountain view 一个山景 所以我们就选择坐比较高的地方 等一下我们会吃完早餐过后 去到bowty的茶园那里逛一逛 那其实这边大部分人都会来这里 去栽草莓啊 或者是去一些它这里的一些旅游景点 但是我们 我觉得那个栽草莓这些 应该是小朋友比较喜欢啊 我又没什么兴趣 而且之前我来的时候 我已经游玩过了这些项目 所以这一次我们就是 比较休闲的 然后轻松的走一走 欣赏一下周围风景啊这样子 昨天晚上很冷嘛 然后都有一点流鼻涕了 还好今天是晴天啊 出太阳了 嗯 烫死我了 鸡蛋很漂亮 红红的 红滑 不错 红啊 这个鸡蛋特别黄 它的蛋黄 特别黄 不懂为什么 好多车 细道沟 七茶园这边哦 不过这边的山路是挺陡的 路不是特别好陡 我们从山路一路下来来到了Bolti Garden Bolti的这个Plantation这边好多人啊 天啊 这边这是一个景点吗 这么多人 之前我有来过参观他们的茶叶工厂 这次就不会去了 就在这边拍拍照 这里风景真的还蛮不错的 漫山的茶园啊 Bolti House边的茶园 这有个咖啡 风景很好 喝人超多的我的天 我们就在这里拍拍照就走了 此地不宜久留啊 你上次有来过这边吗 有啊 跑步从这经过呀 对啊 顶下来地震顶下来的感觉 这些眼哥他们来这里参加越野跑100公里 然后就是绕着这个金马轮的茶园 因为它这里有好多茶园嘛 每个茶园都绕过去 就连续在茶园里面 还要在山上跑100公里去 在茶园里面跑步的感觉是什么 很晒 很晒 对啊 的确挺晒的 因为没有遮的 那你们跑完了茶园 每个小山包 然后再跑进树林里面 总共用时多少 多久 二十 二十 二十一个小时左右 二十一个小时 100公里 都完 你完赛了 对啊 跑完了 哇塞 可爱猫本猫 哎呦 哎呦 可爱猫本猫 你是田园猫吗 你是茶园猫吗 茶园猫本猫 哎哎哎哎 上面还有一个猫猫虫 在这个包菜上面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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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这个是摘的茶叶 新鲜的茶叶 把它放到这个马带里面 然后把它预一下身啊 很重啊 这一带 茶叶 包漆的茶 茶来的哦 这是草耶 哇 哇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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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 这个叶子我看了一下 都是比较嫩的叶子 然后因为粘下来 嫩叶子上面有连的树枝 所以它们拿到山脚下过后 它们会用大的镰刀把它砍成碎碎的 这个叶子没有做成茶之前 就是树叶的味道 我尝一下 这个大货车是运刚刚我们拍的生菜 从上面的菜园子里面运下来 这里的风景太漂亮了 很动 不容易啊 西山路怎么样 我们来到了 Mosey Forest入口 这边从这条路进去 就到了Mosey Forest 可以在这里徒步 苔藓森林Mosey Forest的入口 这边已经有一点点 苔藓的那种feeling 两边的树干上面 全部都是长满了苔藓 为什么叫Mosey Forest 顾名思义就是因为 这个森林里面的树和地上 全部都被苔藓给覆盖了 因为金马伦这边它在高原嘛 那它的天气比较潮湿 很适合这个苔藓 哇 看 这有一棵蓝莓 你看看可不可以吃 你要吃吃啊 你看 这里面 全部的树都被苔藓覆盖了 包括旁边这个峭壁上的一些土啊 石头 全部都长满了苔藓 真的是Mosey Forest 好像 好像进入到了那个 爱丽丝里面的那种森林的感觉 然后两边的树枝是这样交错 小心哦 四月号 紧格要上去探个路 因为发现了一个秘密入口 感觉这里也还不错 天派大王去寻山 这边都没人呢 因为我们上到 我们上到我们从那个Botty Garden 旁边有一条岔路口往山顶上走 然后一般的游客他们都会在Botty那边 就是游玩啊 然后有一些部分土步的人 他们才会往这个山上走 但是往山上走的一个环境 非常好 很推荐大家 如果来这里的话 一定要往山上的小路走 就可以看到Mosey Forest 跟非常宽阔的这种鸟汉竹 看着鸡毛人整个山 这里一个荒废的房子 但是这个荒废的房子 最漂亮在路的尽头啊 这边都是种满的包菜 满山变野的包菜 这条路下去的view是这样的 是不是非常的美 超级美 不太想到林宗盛的一种 河山丘 越过山丘 好笑哦 差来的 今天中午一...啊 今天中午依旧是吃火锅 但是我们找了一个传统炭烧火锅 跟昨天那个有点不一样 去试一下吧 我们中午找到了一家传统炭烧火锅 然后这边呢它是写着有机蔬菜 那我们就试一下 那我们就试一下跟昨天晚上吃的那个普通的不是有机蔬菜有什么特别吧 你看我们这个锅比较特别 因为它是炭 昨天我们吃的那个是瓦斯里的 我觉得这个特别比较...不知道口味不不一样了 然后它是青汤 昨天是它有两个 今天是一个汤里的青汤 还没开始吃 但是我已经感觉这边要比昨天那边更好 更丰富一点 因为它还有其他的海鲜 它的虾比较多 还有这个鱿鱼 然后它的菜呢种类也比较多一点 而且它是同锅 等一下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先来口汤 它的汤底啊 其实跟昨天那个很像 就是比较清淡的普通 不过因为它这边的菜它说是有机的 所以不知道会不会比较好吃 好像一个兔子啊 吃很多菜 出来玩 吃蔬菜比较少 所以来到金马云就要疯狂的吃菜 但是这些菜比较好吃 不过我还没有吃到玉米 等一下我们下午的时候去逛巴沙的时候 去买玉米吃 因为我们今天早上 上午的行程是去爬山 去茶园那边 Morsey Forest 下午的话我们就打算去附近 逛一逛市场啊 然后看一看有什么可以买的 买点水果吧 它们这个自家泡的精植柠檬蛮好喝的 挺不错的 正好我不是红楼店 因为干嘛 因为柳皮水和这个润脆润口 这边这个巴沙市场这边呢 大部分都是卖草莓啊 卖这个水果玉米啊 还是卖草莓啊 还有卖番薯啊 卖这个仙人档啊 金马云这边的特产 我想买玉米 但是我想买煮好的 因为我们住的地方没有 没有那个煮的地方 买番茄吧 我想吃番茄 一包8马蒂 两包15马蒂 哇 回去吃喽 大丰收 去对面再逛一下 对面再逛一下 这玉米 一口咬下去爆汁超甜 其实跟新加坡巴沙吃到那2块钱一根是一样的 不过这个是煮好的玉米 它是卖7块钱一根 这个玉米 大家买那种生的一袋一袋比较便宜 煮好的比较贵 但是不过我们没有煮饭的东西 所以只好买他们煮好的 煮好的是7块马蒂一根 那一袋一袋是8马蒂一袋 那里面还有12个还是10个 小 但是它比较小 这个煮好的比较大 这个像虫肥料 但不会是东虫下草吧 这12马蒂一根 干蟹太漂亮了吧 这干蟹是6马蒂一盒 还有很小的 小干蟹也不错 6马蒂 它还有这种5约6色的番茄 谢谢 谢谢 我看到它的这个大街上有很多 卖手工冰淇淋啊 不知道为什么在金马龙会卖手工冰淇淋 但是因为这是水果味的 然后这个草莓 草莓上面还有两个这种切片 嗯 嗯 挺好吃的 有点酸奶的感觉 不错 走完回家 嗯 好吃 6马蒂一根 我是妮妮香 喜欢从生活中发现美的感动